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夏开玩笑 询问河南 愿不愿意为自己去死 河南还没回答 两人就被一个男人袭击 这个男人是一个变态医生 将人带回了自己的秘密房间 公夏醒来 发现自己爽手爽脚 都被绑在一块铁板上 嘴里还带着口袈 她害怕得直哆嗦 医生等到两人都醒来了 挪动铁板 让这对小情侣面对面看着对方 公夏才发现 河南跟自己是一样的待遇 两人嘴中吱吱吱 听不清对方说了什么 医生将手指放到嘴边 轻轻嘘了一声 然后温柔地抚摸着河南的头发 他想验证一下是否真的有人愿意为爱去死 于是他先问男孩想当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看到两人再次挣扎起来 医生从一旁的工具中 找到一根细铁棍 从口袋的小洞中涌进河南的嘴 在里面搅了两下 看到对方咳出了血 他又将小棍绕着男人的腹部转圈 然后猛地扎了进去 不断在里面转圈 做这一切的时候 男人的表情非常平静 手眼稳稳当当 十分熟练 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他第一次折磨人 见河南湿了裤子 晕了过去 医生才拔出铁棍 走向了宫下 猎物越惶恐不安 他内心越高兴 看着女孩害怕的眼神 男人轻轻抬起他的下巴 舔了一口 十分满足 暂时放过了他 之后 医生走向工作台 倒出了几颗药 塞到河南嘴里让对方清醒一下 然后伸出大拇指沾进自己扎出的洞 死死按住伤口 将它变成一个小洞 看到男孩口吐白沫流到了身上 男人磨起一点 享受得尝了一口 感觉到十分甜蜜 像奶昔一样 河南的身体就像砖板上的鱼 在医生手下不断挺动 看到女孩眼中含泪 请求自己放了对方 男人很好奇 他愿不愿意为了男友去死 攻下犹豫了 毕竟两人还没确立关系 只是彼此有些好感 医生没有看到攻下的回答 也没有去折磨他 只是取下了河南口中的口家 让他醒来 又将东西带上 不知过了多久 攻下两人再次醒来 没有看到医生的身影 但没过一会儿 男人就带着食物回来 自己享受起来 又想了解了解两人 确定接下来的玩法 得知两人竟然一次都没有亲密接触过 也问不出是否互相喜欢 但男孩竟然愿意为女孩去死 医生决定玩一个游戏 想要看到两人的求生欲望 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如果他们做到就放了两人 说错就错 男人戴好手套 先将河南的下身清理干净 又帮他处理好伤口 做完这些 他推动铁板 拉近两人的距离 撩开了攻下的裙子 让他们互相看着对方 欣赏了一会儿后 医生拿剪刀剪开了攻下的内衣 为了让两人放轻松 他还换了一首书扬的曲子 还将女孩转到光亮处 让河南看得更清楚 然后轻轻的抚摸 亲吻攻下 出场禁果的女孩 很快有了感觉 到达了巅峰 男人将手上的液体 抹到了男孩脸上 为了男女平等 他也帮着河南到达了顶峰 随后 男人将两人并排放好 为他们清理身体 他早就取下了攻下的口袋 给女孩喂水 还让对方说出 请杀了我四个字 听到攻下不愿意 男人便去找河南 他一解下口袋 男人便请求放过他们 这样一声很不爽 他弄裂了男孩的伤口 拿影迷迷迷了两人 真正的考验刚刚开始 河南醒来 发现自己与公下 都平躺在铁板上 医生则换好了手术医 弄醒女孩后 男人拿出电锯 机器工作的声音 滋滋作响 男孩害怕的不住挣扎 却被绑得牢牢实实 无处可堕 医生对准河南的手指 在女孩的尖叫声中 锯断了他死根手指 又却锯另一只手 血液涌出 止于吓男孩哼唧的哭声 男人则捡起 血淋淋的手指头放好 他为何难处理好伤口 又拿绳将这些手指头 传起来 不容公下的拒绝 戴在了女孩的脖子上 作为男孩送他的礼物 礼尚往来 女孩当然也要回礼 男人照猫画虎 锯掉了他的四根手指头 中途出现意外 由于公下没有带口夹 未经医生允许 发出了声音 男人决定惩罚他 他拿起剪刀 剪开公下的衣服 冰凉的触感 让女孩止不住的颤抖 医生竟直接剪掉了他的乳头 女孩痛得根本出不了声 只能双眼瞪大 等待接下来的酷刑 公下再次睁开眼 伤口已经被处理过 而他的手指和乳头 同样做成了项链 戴在了河南的脖子上 男人感叹着 将其中一根手指 塞进了男孩的鼻孔 看到男孩不喜欢自己的杰作 他很生气 既然男孩愿意为女孩去死 医生决定对河南动刑 如果男孩无法忍受 那他就去伤害女孩 将规则交代清楚 男人便开始了自己的提升快感之旅 首先他拿起锤子 要在河南的身上盯几根钉子 第一根就盯在男孩的下半身 见对方不愿求饶 男人用力盯了下去 河南的身体 随着锤子的击打不断震动 医生要进行一个行手术物理切割 但他看见男孩仇恨的眼神很不喜欢 决定先挖掉他的眼睛 男人将吸铁棍 捅进男孩的眼中 弄下了他一只眼 刚准备继续自己的手术 拱下右手话了 请求对方停手 让男人很不高兴 不过他还没有搭理女孩 看到男孩还是不肯求饶 男人心中既生气又满意 很少有人愿意为情侣忍受这么痛的折磨 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 这次医生顺利完成了切割手术 看着手上的东西他很兴奋 仿佛感受到了极致的快乐 为了接下来的愉悦感 男人立马为河南包扎了伤口 不让他死去 等两人再次醒来 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身上的伤口也被好好处理过 两人不知道医生要做什么 但他们的脚被铁链拴在床上 也无法逃跑 想起医生曾经说过的话 也许两人即将被放 但不敢多想 经历这一次灾难 宫下看到河南的决心 两人决定出院以后就在一起 医生拿着花进来了 宫下一看到他 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对方不仅不介意 还向两人表达了自己的现意 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等他们休养好就去警局 男人也会去自首 并将他的全部资产作为赔偿 送给他们 看着两人高兴的神色 男人很满意 即使这都是医生哄骗两人的 但宫下和河南不知道 本来两人很怀疑 男人口中的真实性 但还是天真的 心存希望 万一对方说的是真的呢 虽然两人已经残疾 但将得到一大笔钱 至少能够保障接下来的生活 那好像也不错 而接下来 养伤的日子里 医生对两人很好 悉心照料 虽然每次只待半小时 但会监督他们按时吃药 仿佛证实了男人的承诺 快到两人出院的日子 医生终于露出疗牙 他端来插有安眠药的水 提醒两人吃药 宫下和河南满怀希望 相识而对 毫无所觉地喝下了药 等两人再次醒来 已经重新回到了 那个充满恐惧的地方 医生出耳反耳 让两人再让自己爽一把 听到男人的话 小情侣有些崩溃 但男人实在变态 根本没想放过他们 医生傲慢地诉说着自己的计划 他会在河南的身上开一个洞 拉出他的肠子 再把直肠挂在钩子上 如果男孩能够走到女孩那边 用剪刀剪断女孩手上的绳子 就放了两人 他说到做到 画壁就用力地将工具 捅进河南的身体 将手伸进肚子里掏了半天 终于找到了血乎乎的肠子 拉出来固定好 然后解开了男孩身上的束缚 看到对方倒在地上起不来 男人有点失望 未必利用全部用上 河南才挣扎着起身 医生很满意为他交流打气 虽然中途出了一点响意外 撞到了桌子 但对方又爬起来 向着女孩爬去 河南拿到了剪刀 剪断了自己的肠子 来到女孩脚下 剪掉了心爱的人脚上的绳子 医生越来越兴奋 就差最后一步了 河南沿着女孩的身体 费力站起 她失去了太多血 只能靠在弓下的身上 去剪女孩手上的绳索 她磨了半天 里面竟隐隐露出钢丝 这条绳子根本就剪不断 两人绝望地对视一眼 河南顺着女孩的身体 慢慢滑了下去 医生看到男孩不剪了 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反应 她很失望将河南拖到一边 准备折磨女孩 攻下已经绝望了 她看着走过来的变态男人 拖了对方一口 孤注一掷 说出男人一直以来最害怕的事实 她曾经见过医生的母亲 一个丑陋的妓女 基因遗传 她也带有胡臭 所以身边没有一个朋友 也不招女孩待见 她自己则因为嗅觉丧尸 根本闻不出来 听到攻下的嘲笑 医生十分愤怒 她紧紧抿起嘴角 用手上的电锯 斩向女孩的腰部 碎块零零散散掉了下来 这还不够 心中的火焰还未消散 男人又拿起斧头 对着女孩的脖子 比划了两下 直接砍掉了对方的头 攻下的头高高飞起 然后又落下 在男人惊恐的眼神中 狠狠咬住了她的脖子 医生痛叫出声 费了很大力气 才将头撕下来 脖子上的肉也被咬下一块 而倒在地上的河南还没有死 她拿着手中的剪刀 用力划下男人的脚踝 医生痛横出声 倒在地上 她感到了爽感 身体不断抽搐 河南与攻下对视着 不敢地死去了 女孩的头也闭上了眼睛 医生十分感动于 两人的爱情 在临终为他们立了杯 杯与杯之间用绳子相连 挂上了两人爱情的象征 那把剪绳子的剪刀 男人半了两下 一拳一拐地走了 而在这里还有无数的墓碑 但医生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狩猎的步伐 只是他不再盯着情侣 而是对准了单身女性 男人坐在车中 看着前方的女人 往自己的腋下 喷了喷清新劲 然后拿起了锤子 定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是你 你愿意为自己的爱人去死吗 即使受尽折磨 也不会改变心意 这部电影曾被一些国家当作镜片 就可以想象中间的血腥 影片也被称为 日本版的电剧惊魂 三两者得水准天差地别 但不追究里面人物的逻辑 受害人顽强的生命力 只是看着变态血型的画面 还是可以的 感谢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原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了 Muah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